娱乐圈最嗲的女明星是谁 我想林志玲一定是大家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最佳人选 表面是一副霸气欲解的形象 实际一说话却是嗲嗲的声音 我想这是志玲姐姐独特的魅力所在吧 人们常说是男人就一定会喜欢林志玲 因为她特有的嗲工和甜美温柔的长相能彻底俘获男人的心 但是嗲只是她一个小小的特点 她一直以来都被大家称为成熟优雅的高情商女神 大家都知道雪衣王林和志玲姐姐的性格男员北辙 一个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一个是温文尔雅的性格 正因为如此 王林在上节目惊心秀时首次披露 当时花样姐姐导演组安排她和志玲姐姐同屋时 她是拒绝的 但是在后来的接触中 她发现志玲姐姐和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仅不是教滴滴需要别人保护的公主 而是一个处处谦让还不多事的好朋友 很自然的 雪衣开始对这个有海洋的林志玲刮目相看 其实一说到林志玲 估计娱乐圈里很多明星都会称赞一下她 毕竟他们可能也不曾见过比林志玲更有修养的人 志玲姐姐和王林这档节目出下来可以说是姐妹情深了 在录制花样姐姐的过程中 王林多次运传 志玲姐姐有时伸手去接王林的呕吐物 有时他俩坐得好远 志玲姐姐发现王林开始呕吐迅速跑过去给她的塑料袋 还轻拍她呗 试问 有几个人能做刀不嫌脏和麻烦的去用手接别人的呕吐物呢 这些是装也装不出来的骨子里的修养 还记得在两位弟弟都给自己买了裙子的时候 为了照顾到两个弟弟的情绪 不让任何一个遗憾 在温度特别高的夏天 林志玲选择把两件都穿在身上 她的一举一动都体现了她的为他人着想的思想 当回到酒店后 志玲姐姐和往常一样洗漱准备睡觉 她以为旁边的摄影机没电了就很自然的凑近 没想到意外曝光自己的素颜 林志玲真人长啥样 当看到她在床上的素颜照 网友 这谁受得了 不得不说志玲姐姐的素颜照还是非常抗打的 还是那么漂亮 难怪木村拓崽曾经说她漂亮的让人怀疑是否真实存在 其实林志玲有着一颗少女心 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感动 一直憧憬爱情的傻傻小女孩 好在她也美美地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在2019年6月 林志玲突然通过个人账号发文官宣 宣布与日本放浪兄弟男团成员黑泽良品结婚 消息一出瞬间引发热议 一度让微博崩溃 其实在发文前 两人已经在日本低调领证 结尾法定夫妻了这段婚姻收获了非常多的祝福 而且除了国内明星 木村拓崽也在微博上大呼恭喜 现在的林志玲早已告别青涩 且越来越成熟迷人 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希望他们一家能够幸福久久吧